拜登政府下半年有一个大难题 面对堆积成山的1.1万亿美元美债 怎么卖出去是很头疼的 虽然中国显然是拜登求助的对象 但不排除未来拜登政府赖账的可能性 在美国政府今年5月 为达成提升债务上限的控制之后 接下来美元印钞机将重新开启 大量的美债又将流入市场 那么今年会有多少的新增美债呢 根据摩根大通的预计 在2023年底之前 美国政府会介入1.1万亿美元的短期国债 这相当于为本就供应充足的美债市场 充入更多的供应量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简单 那就是可能没有人来接盘这么多的美债资产 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是 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日本持有的美债总量 也就是1.1万亿美元左右 拜登政府今年印钞机这么移动 等于又发出一个日本持仓总量的短期美债 怎么卖出去当然是个问题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肯定会寻求让中国来接盘更多美债 以中国的旌旗实力 以及现在的美债持仓量 中方完全用能力大规模的增加美债持有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配合美联储 那么至少在今年拜登政府不用担心美债的流动性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外媒透露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等来了访华机会 预计耶伦有可能与今年7月份访问中国 如果此事真的发生 那么这无疑会是拜登政府 为获得中国在美债问题上的帮助 主动发出的一次推销行动 只不过这一次美国的胃口恐怕不小 要推销的东西或许是数千亿美元的美债 而对于中国是否要增加购买美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需要综合考虑风险 收益以及国际关系 从正面角度来说 买美债不是没有好处的 一方面可以通过买美债来获取利润 每年的利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持有美债来稳定中美关系 给两国关系增加一块压仓石的同时 也给中国一个在金融层面 随时可以反制美国的工具 那就是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 但从负面角度来说 购买美债也同样存在风险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点 那就是美国不断地借债还债 已经有了很浓的庞氏骗局味道 接下来美国会不会选择彻底赖账 直接不给中国偿还呢 就目前来看 美国还不至于直接赖账 因为只要赖账就等于历史性违约 会对美国的信誉造成空前打击 同时也代表着中美之间的彻底决裂 可以如此断言 只要美国还没准备好和中国全面撕破脸 那么中国持有的美债就不至于被赖掉 只不过从长远来看 中美两国虽然现在的经贸联系极其紧密 但在美国政府努力推动对华脱钩战略的背景下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下降 虽然中方再三强调脱钩对中美两国都不是好事 但美国本质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却在切实推动这一战略 而目前没能推起来 主要问题不是美国不想 而是拜登政府很难做到罢了 事实上 正如中方之前所提醒的美国的那样 中美关系已经跌入历史低谷 这是两国多方面关系的恰当描述 目前也没有看到两国关系真诚馈生的希望 如今中美两国可能已经走到了全面脱钩的最后一步 只需要一个意外的推动 例如台海冲突的爆发 都可能造成两国的全面脱钩 而到那时 中国手中的美债资产安全性 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 因此中方需要早足准备 随时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 中美之战不在南海 台海 而在中国最后一张底牌 中方已经开始破局 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却是总不愿意 拿出足够的诚意 据环球网报道 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 中美关系改善 需要双方有政治意愿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是只有中国自己努力 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 崔天凯的话很明确 中美关系能否回到正轨 关键在于美国对话态度 是否能够回到正确道路上 眼下 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 中方已经说的不想再说了 但美方却总是想当命一套背后一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刚做出承诺 转逃回去就彻底推翻了 更叫小美国要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 说中国不喜欢的话 除了三番两次推翻对华承诺后 现在美国还不断试探 进入台海南海事务中 外界认为现在中美冲突或许已经无法避免 但一旦彻底爆发的话 很可能会发生在台海南海 不过结合现实发展来看 更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最后一张底牌中 但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全力破局 日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在一档节目中 就对中美冲突发出挺高 他明确表示 现在中美双方爆发冲突的风险已经有7分 而满分则是10分 此外杜特尔特也承认 一旦中美发生冲突 近时菲律宾也很难完全抽身 也就是说现在中美爆发冲突的风险很大 台海南海则是重大冲突点 而且现在中美双方再次已经展开了多次博弈 周边国家更是为此担忧不已 不过外界却认为 一旦中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可能不会在台海南海发生 美国兰德公司对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 进行了一次模拟研究 结果认为2025年左右 美军在距中国1000公里以内 获胜的可能几乎为零 就算在距中国1000公里到2200公里的范围内 美军获胜的可能也不足50% 自重情况下 美军想要在中美冲突中获胜 只有把战线延伸到距中国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 这意味着 美国想要在中国周边获得胜利的话 就必须联合菲律宾日本等这些盟友 不过既然有这些盟友出头 美军可能也就不需要在南海台海亲自下场了 此外 现在中美双方时刻都把台海南海问题挂在嘴边 美方也知道在此爆发冲突的风险很大 而中方的态度也很强硬 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切实利益考虑 很大可能不会让中美冲突 在台海南海发生 反倒是选在最后一张底牌上 也就是南亚四大陆以及印度洋上 首先现在中国海上石油运输线有一个薄弱点 也就是印度洋航线 这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 所以美国很有可能再次下手 其次 现在石油贸易仍是美元霸权的发展核心 但现在一家独大的欧佩克石油组织 却在美国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之后 执意搞起了人民币支付结算 所以美国很有必要出手教训一番 不过现在中方面临的重要问题是 解放军的海军还无法辐射到这里 还有一个印度在等着中方上门挑衅 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美 这也被美媒视为室美营关系的重大转折 更是直接点明中美博弈日益激烈之际 印度将从中获利 为了更好的形成对华围堵 美国正在加紧拉拢印度 甚至鼓吹大国合作来借此搅乱地区局势 可见现在美国想让印度发展成为 牵制中国的重要力量 然后把自己再下场去收拾那些站队中国的国家 此种情况下 中国在印度洋方面就会面临着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麻烦 而印度也可能借此大搞一些军演 对中国海上力量进行阻挠 还会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 来转移解放军的注意力 此种情况下 中国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反正是很麻烦 事实上 在美国全球范围内布局的时候 中国也开始进行反制 不仅在中东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也在不断增进中国关系 同时中俄军事合作也在进一步加深 总而言之 中美双方还是应该保持冷静 避免一切冲突的发生 然而对于美方的布局 中方也仍需静观其变